工人利用小刀 刮掉了云山树根的树皮 紧接着工人会在树根的中间切开口子 并将包了皮的树根沿着中间撕开 被撕开的树根会被缠绕起来并放在一边晾干 这将作为整个画皮船的固定绳索 一个没有任何现代零件的传统独木船 在另一边 工人正在将切好的雪松木进行加热 因为加热好的木片方便了工人将其弯曲 而固定的绳索也会用到之前晾干的云山树根 这个弯曲的雪松木将作为整个船头的支架 下一步工人会将船的基础框架制作出来 并将浸泡了几天几夜的画树皮 将整个船体覆盖起来 很显然这时候的画皮船还不能够支撑人的重量 所以还需另一名工人将雪松木片进行加工 这些木片将作为整个船体的支撑杆 但是因为木片本身是笔直的 所以工人还会用到船程的手艺 用热水浇灌整个雪松木片 热水能软化雪松木片里的纤维 这样就能方便工人将原本笔直的木板 掰完成船体支撑框架的形状 用这种方式的加工并不会使木片开裂与断裂 之后就能将这些掰弯的木片放进船的内部 为了加固支撑框架 工人还会使用钻孔机钻出孔洞 用木钉子将支撑框全部固定起来 而画皮的固定还是会用到晾杆的云山树根 最后将剩余的支撑木片为船体加固后 就能使用树枝与沥青 将外部的画皮的缝隙粘合起来 这将起到防水的效果 那么问题来了 你会喜欢这种画皮船吗 我是蛋丁 我们下期见